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今天咱们继续神头鲍博的二周末的DLC关卡 也是各种装备的一些演示特效关卡 那么这个是高级挑战关 高级挑战关是神头鲍博的第一个DLC关卡 那么神头鲍博一共是三大主线关 DLC关有很多 那DLC关基本上是15关的这个小关 总体并没有什么太多剧情 所以说在DLC关内 整体的难度会比以往更加的增强 但也不一定 有些关卡的难度却比正常任务关要简单一些 还有很多关卡是这个趣味型的关卡 包括一些解谜任务等等等等 那么本期的话是高级挑战1到4关 咱们以这个忍者鲍博的视角来进行游戏 那这个地方应该像是水产品的批发市场 有很多的鱼类 好的成功过关 我们也是以更快速的完成 获得了一个新高分的一个挑战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小丑的什么一个集会啊 摆放了很多礼物 那咱们要打入到这里边 那这个地图看起来是比较陌生啊 因为从来没有来过 好 咱们迅速走到上边 观察一下 有两条激光线形成十字交叉 我们所要避开它交叉的位置就好了 上去的地方通过它进行闪烁的时候 就可以躲开 好的 这个时候咱们迅速向下来 在这边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保安 让它去观察门的位置 下边咱们是过不去的 所以说必须要走到上边 去关闭上边的开关 这样的话才可以把门打开 但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某些时候的话还需要稳扎稳打一波 才是更好的 好的 直接出门 也是完美过关啊 那神德鲍博个人都给的是五星加评价 非常给力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一下啊 这每一关都有一个圆形的图标 第一个是水产品批发 第二个是小丑 那么第三个这是这个宠物医院啊 像猫狗的这个一个救助中心 我们所来的都是一些在社会上有用的这个大型的集会型的进入设施 进里面进行偷窃 那究竟是给谁给我们的任务 目前也没有表述清啊 那么也就是说在高级挑战也算是一个鲍博的自我挑战啊 那作为一名优势的神偷出入各种各样的场所那是自然的 那肯定会少不了出入警察局这样的地方 那么会在后续进行一个关卡为大家展示 那么在神偷玩一代的话各种关卡是比较多 整体的游戏丰富度我觉得要比二代更高啊 那么二代的话一共就是五个大的主线并没有DLC关 那么这一关上来的P阶段还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到了P二阶段的话就稍微需要一定的耐心了 好来到总控室把东西全拿起 这个时候稍微走到外边呢 在这里咱们要把这个门这个开关给他关上 然后下边两个保安就会出来 你看他们都是以这个急速加速跑的形式啊 那么也是这样我们看清了他的面容 这个家伙是个小胡子啊 那这两个小胡子呢 他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移动 同时他会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每当一个循环结束他就会踩到这个接控器上 那么第一次是开启第二次就是在关闭啊 那么反复如此 需要掌握一个合适的时机 我们才可以逃出升天的 稍微注意一下千万不要着急 等待他再次关闭 就是我们逃出去的时刻 就是这儿 那么本期游戏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或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